曾经是全球科技霸主的半导体龙头厂商 Intel这几年以来负面消息频传 最近甚至传出财务出困难了 遇到了困境 所以怎么办呢 可能会卖祖产以求救亡图存 但是什么样的消息 都没有办法阻止投资人卖股的决心 我们来看到最近Intel股价怎么走 光是今年分割之后 51.28块钱 大概今年初一直跌落到最近的低点 叫做18.5亿块钱 崩跌了六成 跌到了最近传出 可能会被踢除道琼成分股 怎么办 有人说应该最坏的状况过去了 因为政府会出手救他 有人说白宫也救不了了 有人说如此一来一往 台积电应该是最大的受贿者 但这时候半导体的专业分析师 陆行之跳出来了 他说小心 就算现在有人要下单 台积电千万别上当了 此话怎说 精彩的故事娓娓道来 熊博老师请您上台来 曾经是一方之霸 如今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以及台积电 他要担心他上什么当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Intel不救也罢 怎么说 其实应该美国要扶植我们台积电才对 把这些的钱 因为你一个弱的人 他已经进入加护病房 你给他住很多的一个保养品 他可能只能住普通病房 可是台积电已经生龙活虎了 对不对 你给他多运动一下 搞不好他剑步如飞 对不对 跑很远 对不对 但问题是台积电是台湾厂商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中间的差别点到 你到底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这两个会差别非常的一个大 如果说是川普当选 那我觉得Intel呢 他呢还可以喘很久 可是如果是贺锦丽 他就不一定 那为什么 因为川普他就是美国最伟大 反正你只要是 Made in American 他就是他就对他最好嘛 对不对 可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优先 对全世界是好事情吗 不是 其实当然不是啊 美国这一次里面来讲 除AI他救了美国两年的经济 但是你仔细去看 美国的所有的一个 经济消费的传统产业 跟我们台湾的传统产业 哪一个好 没有好的 我们台塑世保到今天里面来讲 才有一点点反弹 之前还不断的破底 现在乘起核池 大家最爱的一些纯骨的 什么中钢啊 华硕啊 都很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的财务恶化的状况 是非常的快速 第一个 什么时候美国通过 晶片补助法案 大家再去做回想 其实从川普时代就开始了 川普那时候就叫说 鸿海你来我美国投资 你台积电到我美国投资 然后呢 明明我们台积电是这么好的公司 你偏偏要给 英特尔最多的钱 就是当美国通过的 晶片的一个补助法案呢 他就是最大的受惠者 他拿的钱是最多 他一共获得了 390亿美元 然后再把390亿美元 拿出来烧嘛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我要救你 所以呢你付的税 营业税那些各方面贷款 各方面我都给你减免 我们台积电有吗 为什么不对我们台积电好一点 我们台积电你们美国之所以能够 美国之所以伟大 你们这些晶片 难道不是靠我们台积电 所以他真的是体虚不受补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第一个我补助你 可是你的现金流没有 因为我的补助而增加 你的钱跑哪里去 烧了嘛 你的营修有没有因我补助 而开始营收接到很多的订单 没有啊 你虽然是美国公司 我不会因为你美国公司 但是就下订单给你 因为你的技术能力就是差嘛 因为你技术研发能力就是不足 像这一次 我刚刚来讲 大家一直在谈什么 面板级扇形封装 面板级扇形封装 两年前Intel就提出来了 为什么做不出来 技术能力不够 所以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就希望你台积电要赶快做赶快做 可是台积电说我2027年前不做 我现在还在做什么 我现在要先做细光子 所以中间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你研发跟技术能力 你有问题 你面板级扇形封装 现在还不是要靠台积电来做 那第二件事情 你转型很慢 人家说 你前面就有一道墙 你就会碰壁 你还不转弯 你是要干嘛 你就是要碰到墙壁了 你要赶快转弯嘛 所以他的转型就是很慢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IDM 什么叫IDM呢 就是垂直整合 那以前过往里面来讲 我们很喜欢垂直整合 你有没有发觉到 我上面的公司从IC设计 到晶圆代工 到封装测试 我一手包办 我喜欢这样子 可是现在里面来讲不一样 他喜欢垂直性的分工 你IC设计归你IC设计 那我晶圆代工 我专注在我晶圆代工 所以他从垂直整合 现在流行的那是什么 我不跟你争 我如果跟你争 我也做晶片 那我不是拿我台积电来打你挥达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嘛 大家还记得想想看 之前苹果是不是下订单给三星过 为什么后来又下给我们台积电 你三星偷学我 后来打我苹果三星手机 所以我何必呢 所以现在已经从过去的流行垂直整合 现在变成垂直专业的分工 打败了IDN IDN就叫做垂直整合 不再一手包什么 IC设计晶片 不再一手包 晶圆代工生产 不再一手包什么 我自己做出来之后 我再来卖 我没有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都一手包的话 你又有晶片 又有晶圆代工厂 你又要去做一些所谓买 就应该说一些销售人员养在那边 请问如果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你的费用有没有特别高 都变包袱 你的存货有没有特别高 臀部都变成包袱 所以他的现金流一直在流失嘛 因为我刚刚就讲 除了AI以外 大部分的产业是很惨的 你手机销售有好吗 没有嘛 你PC销售有好吗 没有嘛 那而且呢 这家公司里面来讲话 因为CEO的决策 忽左忽右 忽前忽后 所以他的一个产品的调整 一直都很慢 为什么 Intel最有名的是什么 PC嘛 就像你想到Microsoft的 想到的是什么 他的一个软体 PC软体 对不对 可是人家Microsoft的 都想到要做 所谓的一个CPU 晶片AI了 你怎么没想到呢 你永远还在PC PC PC现在大部分 大家手上里面来讲话 你看拿到三折手机 打开不就是一个PC了 对不对 所以你PC时代 你慢了就算了 你还没有进入到手机时代 你手机呢 在时代的时候 当时候还流行 大家还记得吗 什么以太网络 什么网络对不对 802.11n 802.11n 一堆 他也都没有 所以现在又流行AI 他又跟不上脚步 那请问你 你跟不上脚步的时候 你台积电一加上挥打 你要跟什么 你又把我们台积电当对手 那你要跟谁联手 你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 你怎么打 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而且现在四大云端大厂 我刚刚讲四大云端大厂 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Google Amazon 对不对 还有Microsoft 对不对 还有在这个 他们就还有Meta 就是四大云端客户 他全部都自己做CPU 这就是GP200延后的原因 你要做什么 你自己的CPU 你到底是吧 你现在用X86 大家说那我用ARM不行吗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 他的竞争的对手太多了 所以他的毛利 没有办法使毛利上升 就一路下降 而且他自己现在GPU做的一颗没有 一颗都没有 GPU是现在最赚钱的 AMD NVIDIA都是做GPU 他做不出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另外一部分 我们说一个好的老板 能够带领公司前进 那一个犹豫不决的老板呢 只能够带你的公司退步 这样帅吴就类似冠冰 他的CEO是不断的犯错 那欧德林在当时候呢 苹果才刚刚上来而已 他瞧不起苹果 你知道当时候很多人 都看不起贾博斯 你这手机这么小 你要干什么 大家都还在用PC 还在PC的时代 还在那个想法 那欧德林就瞧不起苹果 然后瞧不起苹果 那就算 就别人做了对不对 那就错过了替他 供应半导体的晶片 谁就帮苹果去做高通啊什么 就开始做 你看像我们现在联发科 也想进去啊对不对 后来就换到了那个SWAM SWAM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每一家 你知道这些大的公司 都很喜欢做一些 新创公司的投资 他就是偏偏没有投资OpenAI 你看Mask这个致富的人 也有投资 Microsoft也有投资 他就是没投资 没投资 他就错过了这一次AI大梦 那再过来呢 就是科债琪了 那科债琪的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曼曼我们的台积电呢 其实从晶圆代工里面 就开始分出胜负了 也遥遥的领先的Intel 也遥遥领先的一个三星了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来自于什么 爱斯摩尔极子外光 他的一个设备 然后他这极子外光 其实是很难做的 他一年卖出个几台 他就赚翻了爱斯摩尔 所以他能够卖的真的不多 然后所以一旦出来 大家就被订购走 对不对 那当时候的科债琪呢 他并没有去采用 爱斯摩尔的第一代的EUV 那就错过了什么 先进制程了嘛 没有拿到最好的武器了 对 那你的先进制程就要 因为你没有拿到 等到你要买的时候 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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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他错过了 当先进制程的第一批的 第一批的主帅 那季辛格就是现在的CEO 大家就应该很清楚了 那因为他这一次里面 也有出来去做 我们知道上一次的一个演讲 也有出来 也就是说呢 当时候呢 先看到第二个 叫Swom的部分 Swom他当时候 他就一个决定 他当时候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就说我发觉 我们Intel做晶圆代工 到底要干什么 不用嘛 我们就专注在我们的晶片上面 对 那我们专注在晶片的部分 那我们就 因为晶圆代工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资本支出的 一个公司 那个行业 那我们就把这个 晶圆代工的一个部分 就交给台积电去代工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变成 一加一大于二 对不对 所以他就决定 把绘图晶片的部分 交给台积电 失望做的决定 失望做的决定 可是季辛格一上来 因为他又开始碰到了 川普的时代 美国最伟大 Made in American 这个梦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想要 想要做这个东西 而且得到补助嘛 才可以补助对不对 他就说 那我台积电的代工不要了 他就把他这个取消 他去获得了什么 整个一个川普 或是那个拜登 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呢 他自己也开心的不得了 他又取消了 他想要自己再来做金元代工厂 结果一来一回之中 你消磨了多少的人力跟资源 所以我说他现金流一直在消磨 他现在里面 是不是说又要取消 那请问你 那你又要取消 你之前才说 你也要到日本设厂 那你怎么办 你这些钱要怎么办 是不是又变成什么 打水漂 把钱就打水漂 所以他一直在浪费时间跟资源 那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他又面临到 譬如说 现在整个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纯粹在美国设厂 真的不是一件很赚钱的行业 大家也知道 成本这么高 很高嘛 就做给美国看看 人这么难使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美国人 你给他钱他也不加班 麻烦的很 所以现在里面来讲话 就变成这样 台积电就到各国设厂 我也不要担押你美国 你也不要把我台积电 踩的扁扁的对不对 然后他就那个 台积电就讲他半导体2.0 你不要都说我 占所谓的先进制程 晶圆代工 百分之六十以上 说是我们台积电 川普就今天不是演讲 又这样讲 拜托一下 上游 那个辉达的订单 要不要加进来 AMD要加进来 我台积电加进去 我下游的那个日月光 我下游的晶圆那个 那个晶圆电加进去 我台积电只有15% 他就这样 可是台积电到各国设厂的时候 那我就问你 你的单只要下给 英特尔台积电 如果你是回答的话 当然下给台积电啊 对啊 我下给英特尔又没特别好 而你制程又没特别好 所以是不是就抢单 那再加上 你现在大家在那揣 晶圆代工 英特尔的人在那边怕 我会不会被裁员 因为我要官场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被抢人 抢到又抢人之下 他就变成只能够卖 卖主产 大家说卖主产 现在确定能够卖的 因为其他两个还没确定 其他的还没确定 确定会卖的叫 逻辑晶片子公司 阿特尔的部分 那另外部分 也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本来都追随台积电 台积电到哪 他就到哪 他以为他可以抢台积电 那个订单 台积电到日本 去日本 台积电到哪 那个欧洲 我就到德国欧洲 一样 可是他现在暂停了 没钱了 320亿 德国厂的支出 暂停 去年金元代工的亏损 我已经给你390亿了 我给你免税减税 可是你看他 光是金元代工 不给我们做 就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从52亿 这不是台币 美元 变成70亿美元 亏损 有没有扩大 有 有扩大嘛 所以你根本自己做没用 那所以 陆行资就叫 台积电别上当 也就是说 现在里面来讲 要听清楚 陆行资的逻辑 大家看 到底陆行资 你在讲什么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 好 英特尔不做了 对 那请问供给面 是不是减少 对 那供给面减少的时候 那本来下订单 给英特尔的订单 可能就会找上台积电 转下给台积电 对 那台积电就能 因为台积电 现在就是供不应求 对 台积电就有可能 因此再增加资本支出 再去买设备 再去增加供给面 去应付本来下给英特尔 现在转给台积电的订单 好 那问题来了 那万一 他是AI的重复下单呢 因为现在AI的声浪 大家就慢慢发觉到 你一直停留在企业端 对 你没有下放到消费端 可是你企业端 你不可能已经连续两年 高的资本支出 你还愿意 这样子的一个支出 所以万一这些AI的晶片 他是重复下订单 那你又因为有这个 Intel的缺口 而增加你的资本支出 拉高你的资本支出 然后去买你的设备 使他超过了400亿 那请问你台积电未来 因为你增加的资本支出 都会变负担 对 为什么负担 折旧费用 是 这个摊提折旧费用 你的毛利就会下降 所以他就告诉你 你不要上当哦 你还是巩固你原来的资本支出 不然的话 你这一旦是重复下单 你看现在的联电有多惨 当时候联电就说成熟制成 不需要这么多 然后每个人说要要要 那你先给我钱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 真的成熟制成 就是重复下单 所以他就避免跟过去 三五年前的成熟制成 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才会叫你千万不要上当 不要去增加资本支出 所以整个故事 还在进行中 到底英特尔 如果从整个的产业当中 大哥跌落了神坛 谁受惠 可能谁受害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但我们看英特尔的股价 熊老师最近一直传出 他现在是道重成分股 对 可能会因为他的市值 一直减少 所以被剔除了道重成分股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他一剔除 现在呼声最大的 就是灰达可能被纳入 印材可能被纳入 此消彼长当中 你觉得会有什么的变化 我觉得他被剔除 应该是百分之一百 美国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一个 那个用四算图 就四算的 数学的一个逻辑在这里面 因为他是 一样是市值法 他的市值 因为股价跌太多 他会掉出来 他会掉出去 所以一定是回答 或是印材进去 那回答的可能性是最高 如果他从神坛跌落 如果接下来这些相关代表性的个股 会有什么的消涨呢 其实我觉得最具代表性 就只有台积电而已 就是说如果真的intel 他下来了 他没有办法去做金元代工 台积电当然能够因此而受惠 那我的看法是不变的 越接近八百 八百到九百是投资价值 八百以下叫超而易利润 一百块钱叫基础价值 那大家记住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台积电 其实就很好做了嘛 你看他其实现在里面来讲破了 大家说那为什么最近很少 领股愿意定期定额在那边 因为我就买在八百多 接近九百啊 没有更低价 大家喜欢逢低层接 越跌越买 像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就可以发现 因为他一直停留在这里 所以才会造成整个一个 所谓领股交易的一个股数降低 是因为他的价格的停滞 好那我们这一页 我们就大家看一下哪些厂商 除了台积电 来台积电看一下K 明天除息配四块钱 改季配息以来 最高的股息金额 你觉得明天除息 因为这边已经一个缺口 那时候是因为 美国股市大跌嘛 明天的缺口 有没有机会 再度的秒天息 我觉得当然这个部分里面 要看所谓的美国股市 他今天晚的一个走法 因为目前看起来 并不是说太理想 但是我觉得早填晚填 反正迟早都会填嘛 那你在这边里面 就不用过度担心这个 了解 谢谢曙方老师 请回座了 这是intel的故事 现在还在进行事 所以未来对于台积电 到底是福是货 哪一些因素多 我们持续的观察当中 刚刚说看到了台积电 跟今天晚上的美股息息相关 今天大家怎么应对美国股市 因为辩论的结果出来了 这辩论的结果又怎么样影响 影响航情 等一下我们三落好好地讲清楚 先从个股开始 好 接下来重头戏 进入今天的主题 三大落 都跟今天早上 世纪的交锋有关系 川普跟贺锦丽了 所以我要延续着这样的脉络 第一个要请教的盛景老师 台股群龙无首 因为今天电子的成交比重不到六成 所以资金移到了部分的金融 部分的航运 那下一波领头羊到底会是谁呢 好 这个就很关键 因为事实上现在大盘就是群龙无首 电子都已经来到六成以下 那事实上主导未来的盘式 最重要是什么 题材面 那就是看现在什么样的题材 大家市场会引起一些波澜 以及说这样的题材的热度 能够延续多少 那我就在这里看了一下 可能在美国选举大选之前 我觉得川普交易跟贺锦丽交易 可能在美股会盛行 那甚至也会带动台股的一个相关个别股 或类股的强弱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其实还是要提一下 矽光子的题材 是目前我称作叫新险学 这个叫新亮点 这叫新险学 因为事实上说真的 矽光子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2025年才会正式上路 现在2024年大概9月份而已 所以新险学就代表什么 就是过去大家都不了解 AI的概念是一样 那股票就有想象空间 所以我称作它叫险学 那最后叫什么 新契机 就是8月营收 因为其实8月营收 目前盘面上反映8月营收是最热烈 那感觉上就是8月营收 或许是这一波 能够继续突围的一个重点股票 那重点是说 它能不能从点到面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先来讲 这个川赫辩论 我觉得应该是最近这几天 媒体的聚焦所在 那大家有讲说 这个民调的隆枯怎么样等等 那我们当然目前市场上是这样讲 那我们不论说它到底对还是不对 目前大家都讲说 川普交易主要是什么 因为美国是 美国第一嘛 刚刚许方老师有讲 美国第一 对 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那川普交易什么 美国的军工概念股可能就不错嘛 赶快买我的武器 买我的武器嘛 那事实上川普的概念里面还有什么 他对金融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对金融股 目前大家认为说 可能对金融也是有利的 那实话就想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 川普就是 页岩游那时候就很多嘛 很多装脚都是做油商的 没错 所以对新人员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爱好 所以对石化业 当然就是比较吃香 甚至传统的一个油车 这指的就是油车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讲川普交易的时候 在美国股市可能聚焦的 就会在这个地方 但是台股 当然就是要看一下相关的概念 那你说 现在也开始有什么 贺锦丽的交易 那你说贺锦丽交易 会聚焦在哪里 其实他主要走的 目前看起来 还是拜登路线 那拜登路线 大概就是绿能嘛 因为绿能跟石化 基本上是打对台的啦 所以你川普既然讲石化 当然要讲绿能 那代表了政策跟你不一样 甚至半导体的概念 那其实这个也想当然了 从刚刚的英特尔 到台湾的台积电 甚至台湾的一个半导体 事实上美国的依赖感很重 那在川普时代跟贺锦丽 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政策 甚至电动车嘛 因为电动车 毕竟是一个绿能的概念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方向 所以在美国股市啊 未来可能会分两派 就是川普交易 甚至贺锦丽交易 因为这些类股族群 的确是不太一样 那当然辩论完之后 这几天就会有民调出炉啦 刚刚事实上 朱华跟我们讲 这民调好像差蛮多的 CNN的民调 还有各家的民调 说真的 他们都有装脚啦 所以民调有高有低啦 叫做互有领先 但是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我们要寻找什么 共同的受贿族群 就是你从这个川普交易 或警力交易 你找有没有说 两个都会受贿的 那个比较 比较没有一个 这个会排斥到 那看了一下 这叫传统车嘛 这叫电动车 都是车 都是车 好不好 都是车 那你说都是车也要分一下 我们就聚焦在什么 售后 对 aftermarket 我问你啊 像电动车 是不是也要售后服务 你那个轮胎 要不要换 你那些钢圈 刹车要不要换 你这个传统的车 电动车都要换嘛 而且现在AM市场 刚好是进入旺季 是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讲说啊 这个川普交易 赫金这样 我觉得AM市场的 进入旺季 可能在这里 冲突性没那么大 它就可能是一个新量点 好 所以三个指标 第一个售后市场 第二个西光子 对 第三个八月营收 对 一个一个来 好 我们售后市场 我们来看 其实 这些我先讲 这个叫45系列 这个叫什么 4569 这个叫4557 这45系列 因为其实过去 45系列 比较好像 大家没有注意它 那这个叫什么 六方科KY 说这什么股票啊 六方科KY 涨到228.5 但我先讲 它量很小 大家不要去追 我先讲 但我们要讲说 那到底 它在做什么 其实它的重点是什么 它是汽车零组件厂 就是汽车的精密金属的加工 所以它就是 汽车零组件的概念 那它因为最近又开始布局了 散热 半导体 无人机 还有工业自动化 所以感觉上好像 展望性不错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八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毛利率24% 三率双升 其实这个还算是 角出不错成立单 上半年的EPS叫5.05 今年股价涨1.56倍 我们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 这个应该叫四个字 高处不甚好 其实有时候你会讲 我先讲你没有去追它 但是 你这种股票这样子涨 就是代表说 或许它有一些题材 是整个市场是比较认同 要不然大盘这样子 这样涨 它事实上 能够涨成这样 但我先说 没有要去追 但我们就想说 这种股票如果这样涨的话 有没有一些相同概念 在车用市场 车用零组件的呢 我就找了一档 叫永鑫KY 一样是KY 一样是KY 它股价125.5 但是我认为也不用追 但你可以看一下 比较一下它 你说它做什么 叫做汽车卡夹跟刹车片场 什么叫汽车卡夹 在钢圈旁边 如果要弄一个很漂亮的卡夹 让你的刹车更灵敏的 那个就是汽车卡夹 有的是做红色 有的是做黄色 可以夹住的 它除了说刹车片之外 它做这个 那这东西其实 目前运用的范围 好像很多车都在用 那它这个主要在AM的 售后的一个服务跟维修 所以它是标准的AM市场 那目前都渐渐敢用卡夹 对它来讲 订单能见度 这个是从他们的一个 法说会讲的 从90天到120天 看到明年 然后它在厦门跟马来西亚厂 Q3也加了生产线 所以第四季有机会贡献营收 代表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 那重点来了 它有没有缴出量力的成绩 七八月的营收 刚好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是八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嘛 毛利率这个是24 它毛利率30% 这个三绿双升 这三绿三升 上半年的EPS 这个5.05 这个是4.37 今年股价一个涨1.56倍 一个涨14% 那感觉上好像危机比较低一点 来看一下 永鑫KY接收125.5 过去的高点 今年四月曾经有个131.5 即将挑战前高 这种形态的个股怎么操作 对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图 事实上有很多股票 我喜欢看周线 周线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长达 大概你看这个是23年24年 对 这周线图 所以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整理 然后这里有点跌破之后 站上又再做一个转墙 我称作它是大的三角形收链整理 而且是右肩做一个带量的格局 这是周线 那再看日线的话 日线其实有一点 这两天已经有量了 但是它有量也只有800多张 它平常量是多少 所以它过去量很少 所以我先讲就是说 包括刚刚那个 都是属于量少的股票 大家操作面自己要 我们这是举例 但因为它的量 事实上已经有放出来之后 其实它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高点 那再往左边看 它这个也是属于多头排列的格局 那你看说最近 好像外资倾向什么 买多卖少的架构 所以我先讲 它昨天留了长上一线 今天大概有把这个长上一线 因为最大量出现在那一天 假设明天 把这个长上一线跌下来 我告诉你根本不要去碰它 所以我们是举例说 好像有这样的股票 这样的一个比价的空间 那它可能股价 我觉得这里稍微可以看一下 一个做金属配件的 一个做汽车卡钱跟刹车片厂的 两家放在心上 第二个心选学选谁 好我还是选矽光值 那当然矽光值它有一些厉害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举例了像创威 像GY这样两栏股票 重点是什么 创威它也是叫光收发模组的制造商 营收比重高达978 就是光收发模组 其实我们之前刚刚有提到 光收发模组绝对是 矽光值里面的重点 那它的产业里面包含电信的通讯 行动通讯 数据中心 这就是database 那还有所谓的 我们讲说网通设备 上半年的EPS在0.74元 那8月营收双10就是 月增10%以上 年增10%以上 毛利率44% 三率三升 突破创高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创威的现行 其实它就是 也是属于什么 这个它也是属于一个三角形 就如果用周线的角度 它就是一个好像整理完 这个一个区间 很像整理的一个 转强的一个点位 而且收盘价来讲 它好像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代表说 事实上我们大概两个礼拜前 有跟大家讲 网通场不错 那事实上网通场不错 像这个创威 它还是属于细光子的概念 但是它涨停了 大家比较担心说 那怎么办 我觉得不要追 因为它事实上是量滚量 这个乖离看起来 如果明天再跳上去就太大 但是重点是 你不要忘记 这个颈线位置 就是回到这附近 回到这附近 我觉得稍微可以介入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位 好 继续创威 接下来怎么看同样做细光子的GE 对 GE其实是在无线网通这一块 那我们上次看一下 它是无线路由器 那它提到 事实上它叫WiFi7的路由器 两个礼拜前我就跟它讲 WiFi7 应该在下半年开始有机会 那它又做什么 无线基地台 这个路由器就是基本上 还是要有无线基地台 那它现在是跨什么 光纤宽屏 那这个就是细光子的概念 凡是我们讲到什么PON的 GPON的 XGS PON的 这个就是光纤 这就是光纤 所以它事实上 已经从WiFi7的无线网路 借入了光纤 所以2024年 GPON的路由器的出货 开始做一个比较大量出货 8月营收最新的 1.27元月增23.3元年增77% 这个算是不错 上半年的EPS1.81 这个事实上比它这个优 那这个是创两年高 毛利率这个44% 这47.8 三绿三升 周线三角形收敛整点架 我要看一下G域兼收46.8块钱 OK 这个是它的周线图 这是我讲的 它这个有一点点 它事实上是一个 底部形态突破之后的 一个三角形收敛 那这里放量 这里做一个压回 日线上面来看也是一样 它这个是一个多头排列 算是一个多头排列 但是我一样觉得说 不用过度的追 因为它其实上 这里是在一个颈线的位置 颈线的位置 你就不要追了 它突破再说 那最好是在做一个压回的部分 在季线这附近 来做一个埋伏式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会比较好 好 G域 营收表现不错 我们就延伸这样的逻辑 8月营收接下来 谁在舞台上会有表现 好 我觉得这就重要了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看到 现在8月营收叫什么 典放的股票 对 没有一个面 那我们就把这些典放的股票 找出来 能不能产生面 那概念股 我称作它的新契机 第一个叫原相 其实大家已经很久 没提到原相了 但是原相 其实最近股价还真的很厉害 它是在所有IC设计股里面 领先创高 我先看一下原相 今天说223 历史新高 而且今天是带量创历史新高 带量创历史新高 所以而且投信 连续做一个加码 那个日线连四红的架构 而且这边是一个多头排列 原相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是做感测晶片的大厂 营收比重 其实63%是滑鼠 你想说滑鼠的公司有这么强 但是重点是 游戏机也有9%左右 所以它其实是在游戏跟滑鼠 那滑鼠事实上它是属于光学滑鼠 是比较高阶的 而且是用在游戏机里面比较多 游戏机的客户为了明年第一季的新机备料 下半年出货优 所以这个是他们公司自己讲 现在为什么出货会慢慢增温 除了旺季之外 因为我们都知道暑假是旺季嘛 所以它营收是还不错 但是下半年因为有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的新机备料 那你看它8月营收7.6亿亿元 这刚公布的年增47%创新年新高 而且股价率先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IC设计股里面 包含大支小支也好 只有原项这么强 但是它做的东西坦白讲比较利基 而且消费性市场比较大 跟游戏机也比较有关 所以我要看原项的话 其实看有没有机会 散布到其他的IC设计族群 资金外扩到其他的IC设计 如果他有机会的话 其他IC设计的外扩效应 比较看好谁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联发科 看联发科 对 因为联发科这一波 其实虽然短线稍微走弱 它毕竟是这一波IC设计股里面的领头羊 而且它的周线 其实还算是蛮漂亮 联发科我们看一下周线 最近电子股比较低迷之际 好久没看联发科 我们时间把它放长一点 这种周线就是说 它还是属于有底型 就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它是有底型的股票 然后这里是一个大底的格局 那上来这里做整理 它这里似乎有一个头部形态 大家会觉得很担忧 但你要发现这个底部是一年 头部大概只有半年 所以原则上底部还是有效的 只要它不要去跌破这个颈线位置 我觉得联发科还是动见贯瞻 好 这个蹲马步就有用 来自联发科 最后来看带领 好 带领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做什么 但是其实它是真空 真度 差 那事实上它是属于什么 化学的概念 只是化学 那这些部分呢 事实上包含是美国的需求转望 营运的毛利事实上比较高 那产品目前是优化了 那外销的汇兑 订单回流 所以它驾动率 法说会讲说它驾动率提高 其实我们这样子看 原相跟带领是有点接近是这样 它是比较属于利基性的 像这个地方用的在哪里 事实上半导体蛮多的 或是一些高精密的产业 比较niche的 那重点还一个 它的营收缴出来了 8月份营收3.37元 月增23.6元 年增 就是双十的概念 它的股价也是创始高 股价强 所以我讲的这两档 都是属于说 它做比较niche的产业 但是股价都走强了 来看一下带领长什么样子 67.7 OK 今天涨停 对 也是不要追 我们只是说 它是一方的指标股 你看它今天收盘价 是不是已经创高了 而且它是属于什么 有底型的突破 这个是有底型的突破之后 在这里震荡整理之后 这里又放量 那下面是个外资的买卖 也是属于一个买多卖少 所以刚刚看到这两档 包含是我们讲说原相也好 代仁也好 都是有现行 有业绩投信加持 如果能够从这点的部分 扩散到面 我就觉得有机会 了解了 精彩 谢谢圣经老师 请先回座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在辩论之后 可能依照民调 各有拥戴的题材 怎么反映 第二个是新鲜学 第三个八月营收表现亮眼的 各自有着目的重点 请我给你做参考 说到了这一次的辩论 到底今天最新民调如何 听说CNN的民调一面倒 倒向谁 今天的辩论 哪一些重点 哪一些花絮媒体 各自的评论为何 休息一下 期展告诉你 美国总统辩论 狂人川普以贺锦丽 今天正面交锋了 早上台北时间九点正式开始 辩论九十分钟 来看到今天一开始 两个人先握手了 先行事好之后 辩论开始不到十分钟 川普就提到了台湾了 好 说到了晶片 到底是美国卖给这个 中国大陆的还是台湾 等一下听他怎么说 无论如何 从台湾提到了美国经济 提到了堕胎 后来提到了移民 后来提到了战争 九十分钟的辩论下来之后 外界给贺锦丽的一个评价 非常正面 她认为说她本来给大家印象 很犀利很难缠 这次的确也把川普给激怒了 大家过去对于川普的印象 就是会吵架很快嘴 这次好像没有发挥她过去的特质 但是无论如何辩论完之后 CNN做了一个民调 结果大家认为贺锦丽表现好的比例 有六十多趴 远远多于川普的评价 所以她占上风了 不过有人说这一场辩论下来 其实获益最大的是贺锦丽 为什么 因为不到半个小时 泰勒斯马上说她支持贺锦丽 激战请您上台 来 90分钟的辩论 哪一些重点 哪一些花絮 哪一些评论 好 那我们都看人家吵架很过瘾 反正辩论会就是吵架嘛 看谁吵瘾嘛 好 那这边呢 贺锦丽其实她 这一次呢 因为其实之前她在副总统 就是去四年前 副总统辩论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特别看 因为副总统大家觉得还好 但里面其实蛮多今年镜头 那这一次跟川普正面交锋 发现她手势很多 而且她跟拜登或川普不一样 拜登或川普通常只是一只手 用强调一下语气 但她会两只手 她会一直这样 那我自己看是觉得蛮受干扰的 你会看到她两只手一直动 那所以我那时候有些想说 川普会不会叫 会不会打断她 说你不要一直动我 我会被干扰到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她的特质 她会用手去加强她的语气 然后希望你可以去听她 那这几面 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 其实这个我们整理出来的重点 其实是两边 他们互相问的 是 但是第一个呢 这一次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 你这个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这一次从2022年 哎呀这个通膨拉那么高 那好不容易现在控制下来了 那你们如果继续执政 接下来你们要继续乱花钱 因为大家想说民主党 要想要这个扩大他们的支出 想要乱花钱 那通膨会不会是你们接下来的问题 她贺锦衣就说 通膨是你川普任内留下的 为什么 因为面对疫情啊 你川普就只能撒钱啊 你能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才会引发通膨后续的爆发 甩锅 那一定的啊 两边互骂 那第二个呢 是贺锦衣说 我要当全美国人的总统 那可是川普呢 你只想要帮富人减税 因为他会讲说 你这个没那么多钱呢 也可以减税啊 或者我们给他这些补贴啊 那只是种 对川普来说 为什么要对富人减税 因为对富人减税后 他们可能会扩大支出 就是哎 因为我少交那么多税 或者我赚钱不用交那么多税 所以我愿意多赚钱 你想喔 假设 这个贺锦衣他们希望 这个延领富人税 那呢 超过百万美元呢 这给你25 28 30% 那我如果想一想 我如果打拼那么多 要交那么多税 是不是有些人想说 那我就不要那么拼 我不要挣那么多钱 所以呢 这边他们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冲突的方式 那呢 川普不是说 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嘛 然后所以他们要提高 对美国 甚至对全部外面的这些国家 都要征收新的关税 这边呢 就是我们早上看 这个为什么会提到台湾 很简单 川普呢 先丢一个议题出来 告诉他说 你们这个 我啊 如果上台啊 一定要什么 增加关税 帮助美国的制造业 能够复苏 因为 这个美国制造业 在这段时间内 都是高科技在涨啊 那个制造业都不好 那我之前 在执政的时候 因为关税可以帮忙 那呢 这颗警察就讲说 你这个时候 这个提高关税呢 第一个 诶 中国的经济你说有很差吗 其实也没有特别差 第二个呢 是 其实在美国这边 还是有很多高科技的晶片 卖给中国啊 那你说这些关税 你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它 你说打击贸易战 就其实你还是跟他 签订了很多的 这些关税合约 这些的一些条件 其实并没有真的影响到中国啊 所以川普他忽然出来讲 就说没有 那个晶片呢 是台湾卖给中国的 不是我们卖的 然后呢 顺便又跟他讲 顺便有讲一件事 说啊 因为 这个贺锦丽 尤其是 应该说拜登政府 他们在这段时间呢 去 让他们这个半导地产业很糟糕 就是把这些像是晶片业啊 都被台湾去拿走了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边会 产业不好 就是因为你们做的 所以呢 他贺锦丽这边提出来说 你提高关税 其实没有帮助 但是川普会说 其实有帮助 只是你们弄不好 而且川普讲一句话 贺锦丽也没办法 没办法去回他 为什么 他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们对于中国 对于这些国家提高关税 有不好 那拜登为什么不把他收掉 你现在不是不做 对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 对啊 那没办法 然后呢 像是这个保守派大法官 有多胎禁令 这个问题其实 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只是 目前有一些 应该说 台面下的解法 那只是他们怕 如果川普回来 他们全国都禁止多胎 那就是一个 对于 非自愿怀孕的民众 他们比较没有解法 那这会是未来的一个问题 那呢 还有呼吁家煞这边停火 那才去两国并存吗 就是希望以色列跟加煞走廊 这边能够先停火 那两个用外交方式来谈判 那川普的意思是 我在这连打都不会打 因为什么 美国在这边看着你们 你们自己会瞧好啊 然后呢 重申 其实这个就是给一些 现在想买房 但买不起房子的 给他们补助 那就是首次购物者 提供25000美元的头期款 就是补助他们 那这件事情呢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 尤其是比较低收入者 确实是好的啊 对 但是对于川普来说 他就觉得 你这样子嘛 你就是政府一直在花钱补贴 那这个对于经济 真的有帮助吗 是不是实际上的成长 又是有问题 所以 这是警察的主张 那呢 川普这边呢 就是跟刚刚那个讲嘛 他说民主党执政 造成高中棚 那就是人互相甩锅 反正 我说你不好 你说我不好 反正就吵架大会就是这样嘛 那呢 他也说拜登是史上最烂一届总统 那当然拜登最近很多负面消息传出来啊 说最会休假的总统什么的 但我觉得他应该还不是史上最烂的 看应该还有比他烂 那呢 那个贺锦丽的政策超级拜登 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拜登做的不够好 所以如果你的政策抄袭拜登 表示你不可能做的比较好 那当然会更差 所以呢 这里他是主打说你的 你如果出来执政 其实不会好的一个重点 那也就告诉他说 反正你都没有什么政见 那其实在会后 我们当然会聊一下 就是会后的时候他还讲说 其实我为什么不跟他辩论政策 因为他的政策就是超拜登的 那反正没有用 所以我们不需要往这边主打 那第二个呢 是他说他应该不会有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要回到各州去解决 等于这个跟这个 对 是两件是同一件事情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 如果议会同意了 他会不会否决他 或不否决他 所以他是不是留下一个伏笔 他也不把话给讲死 对 因为其实他是属于保守的 他希望不要有这个堕胎 那所以他是觉得 就算是非自愿受孕 他也希望不要堕胎 但是这件事情影响真的太重大了 所以他有点甩锅 各州自己解决 那不要来我决定 那他当然是自吹自捧 在我任内加煞的战役不会发生 那问题是你不是你当总统 那批移民移民的政策 让犯罪率上升 对 那其实因为他之前他的政策 他本来就是要强力打击移民 那所以最近美国资安或者是民主党这些 这个零元购成为就是为罪不乏 那其实确实让犯罪率是有上升 但不一定是移民政策问题 是整个政策都有问题 然后民主党也害得美国半导体不足 那当然这方面是有个疑问 因为其实你要讲的是哪一个产业 你刚才讲Intel的话 感觉好像不太好 可是如果你讲回答 你讲其他可能也不错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是有争议 那举办完这九十分钟的辩论之后 大家都在等看戏 就是到底有哪一些的弦外指引 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拜登跟这个川普 他们原本是想说 因为拜登跟川普他们两个在讲的时候 川普一直插嘴 所以这一次呢 赫锦麟原本他希望 让他继续插嘴 显得川普你没风度 那结果后来 川普也知道自己一直吵架不好看 所以呢他们讲关麦 可是关麦那两个一样一直插嘴 所以呢 川普跟这赫锦麟 其实他们都有插嘴 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那发言是因为他插嘴嘛 所以他多五分钟 你说谁插嘴谁多五分钟 因为他们其实如果 例如说赫锦麟提问 那川普他可能会给他一两分钟提问 那可能时间过 他继续讲继续讲 那就比较麻烦 就讲话比较多 那所以川普是有多讲话 然后呢这边川普呢提这一个东西 这我觉得摆明出来要给人家骂的 他说什么 他说这些移民不好 然后呢说因为海地很多移民 会去抓那些住宅区的宠物吃 他有指说抓吃吃猫吃狗的 然后呢就那个主持人马上就说 没有这种事情啊 这个只是谣言 那你知道川普怎么说吗 我看电视说的 所以你会知道 那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那会让大家觉得太极端了 到底会不会很多事情是 你不知道的 那但是川普的绰号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懂王 他就我什么都懂 那所以呢他这样说 其实他的支持者会说 搞不好是哦 那另一个方面 他的支持者也可以说 你有他没有吃虫无的证据吗 搞不好有吃啊 所以在这边 就会是一个支持者就相信他 不支持者会觉得你太极端的 那本来就是川普的封锁 所以当下贺锦毅就主持人反驳 所以说贺锦毅又紧追了说 你真是太极端 是的 没错 好那这一次呢 川普跟贺锦毅开场的时候 是有握手的 那因为是吵架结束嘛 吵架结束 又不用有风度啊 吵架结束啊 所以他们结束之后 就没有再礼貌性的握手 对就离开了 好那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场外看到最有趣的是 认为泰勒斯在看完之后呢 马上发个IG说什么 他会把他表态支持贺锦毅跟华茨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边有个很大的重点 是这个川普的副手 他其实之前啊 他是一个 我们在台湾你会觉得很难以想象 他就讲说这个贺锦毅 因为贺锦毅没有亲生的子女 他有他也有任养的 他说呢 他是没有自己生小孩 然后是养猫 那所以这个泰勒斯也特别说 对啊我就是没有小孩又养猫的女性 所以我要支持贺锦毅 对 那会让他觉得 哦对啊 其实你们这些太大人人啦 或者是太偏颇啦 就瞧不起我们啦 瞧不起少数民族的人 那其实你们就要什么 在这个时候就得到回马腔 我问你喔 其实等一下我们来看外界的评论 泰勒斯 因为我今天看完辩论之后 然后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comment 但是泰勒斯支持 他说他会把选票投给贺锦毅 这个声量最高 是 所以你觉得他的表态 对于他的选情 就是渔情是一部分 那对于选情有帮助吗 肯定有帮助 但是你说拉拢掉很多游离票就不一定了 因为其实对于民主党来说 本来泰勒斯跟影运圈多数就会比较支持他们 那如果是泰勒斯的影迷们 但是就属于可能啦 就是年纪稍微偏轻一点点的 那当然年纪大一点也有 他们支持率本来 就是这个投票率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能不能实际上转换成投票率是更重要 所以爱他的会因为他而更爱他 会不会让中间选民因此而选他 效果可能有限 好这是泰勒斯的说法 那到底辩论完之后 各家媒体以及民调的看法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告诉您 等一下先不要走开 全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好 可不可以告诉您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喔 小资族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培养品味与兴趣 也要懂得理财 做聪明的消费者 每一笔花费用股票 ETF 基金 无痛增加被动收入 做有原则的投资人 每一笔投资 扣纪律 胆识 理性 降低风险赢得报酬 Derry小资理财蓝图 影片每周二四晚间上线 武器余林陪你一起分享财富自由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喔